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仁 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主题就是淘宝爆款群生测评 就是我买过的那些非常白菜 就是二三十块钱的群生的一个优缺点盘点 然后给大家安利一款就是我个人感觉 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群生 其实如果之前是有关注过我的话应该知道 我是曾经出过一个介绍那个三十块钱的群生的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我拍的不是很好 就是中间那些镜头啊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都各方面处理都比较那时候还是比较差 然后画字也挺糊的 后来我就把它忍痛删掉了 最近有妹子就找我问到就是群生 就是群生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着就重新再录一期那个视频 就是介绍群生的视频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其实谈到群生的话 我最早的时候在淘宝买的 最早买的第一个是这样子的群生 大家应该都有在淘宝见过 但是这个群生它有很大的问题 它虽然说就是很日常的蓬度 但是它不均匀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 腰头这里它是这样子可以移动的 然后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我走路走着走着 然后它就会某个地方杀多一点 某个地方杀少一点 然后就整个群子 就会被撑出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弧度 所以说后来我就 就是我上一次做视频案例的那群生呢 就是这个 这个群生呢 这个群生呢是非常便宜 那时候金呆 我说35块钱 然后呢 它还是一个就是长撑 但是呢它是腰头可以缩短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可以这样子缩回去 看到 它的杀是比较硬的 然后它是不太适合露出来 就是 就是裙子下面再露出来一截的话 是不太 不太合适的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看 然后一般都是把它这样子折回去 折到下面 然后这个是长度就刚刚好了 它之所以变成这样子 是因为被我 就是太懒了 然后我就把它扔到洗衣机面去洗 然后把它洗坏了 所以就是这个群生用了蛮久的 然后被我洗坏了之后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 还是同一款群生 就是这种 这种腰头的设计会比较好 因为怎么说呢 它这个沙子已经固定了 然后我们只要就是 就是这个 然后套住 只要它滚固 然后一般的那个沙子不会随便走路 就算就从这方面来说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群生的 然后它又特别便宜 然后感觉特别特别适合那个吃土少女 像我这样子的 我会就是详情都会打在那个 简介那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它的蓬度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它的蓬度吧 下下冷冲 manager 增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